你可以永远相信王家卫的选角能力 原来好的导演 仅用一个网红就可以吊打内云 如果没有演员表中的介绍 谁能想到眼前这个 将离别情绪渲染的如此到位的演员 竟然就是网红抛屁架 剧中灵红与灵子分别识的这一幕 让多少人为这对闺蜜的姐妹情落泪 两人隔着马路遥遥对望 眼神中竟是依依稀别识的不舍 谁说只有恋人之间的情谊 才会让人热泪盈眶 只能说大导配好演员 简直是绝杀 万万没想到 抛屁将仅仅只是一个前来客串的网红 与胡歌 马依丽等实力派一起同台标系 竟然也毫不逊色 剧中抛屁将把灵红 一个市井小民的角色 全是的淋漓尽致 整天跟在灵子身后的她 时常会为自己捞点银头小利 打听各种八卦是非 她对剧中角色的完美塑造 也让她的演技第一次走进大众视野 但你千万别以为 她只是一个简单的客串而已 相比于剧中所饰演的人 抛屁将的人生才是真正的繁华 她根本不只是演员那么简单 13年考上中戏导演戏硕士 还曾指导过周冬宇的论文 后来进军短视频间 凭借毒蛇吐槽的视频爆火 一举成为网红鼻祖 仅仅一年之后 抛屁将的第一支贴片广告 拍卖成交金额就高达2200万 但她却毫不犹豫地 将这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捐给了母校 并设立了初心奖学金 随后她还转型于太阳川河的创始人 一同成立了MCN机构 签约了很多网红博主 很多各大平台的头部网红 都来自她的公司 八年时间 她就已经从一个素人 成为了公司CEO 如今的她投资过电影 参加综艺 更是被大导演王家卫赏识 出演了众星云集的《繁花》 可即使自身已经有了很高的成就 但她却依旧还在坚持输出原创内容 很高高质量的段子 依旧出自她手 相比于大多数网红和明星 她深知作品 才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底气 所以在得知王家卫选中自己时 她毫不犹豫就跑去了剧组世纪 为自己争取剧中的角色 而她也用自己出色的演技 得到了观众的一致认可 在如今所有观众 都在质疑演员们砍低 每一点演技 却能凭流量圈粉 是个网红 都能在电视剧中 奋一杯羹食 POPP将却用自己的实力 打了半个女的脸 即使在老戏骨面前 她的演技也丝毫不逊色 看了POPP将的经历才知道 果然优秀的人 无论在哪个领域里都能发光 《繁花》的履历 也正好印证了 她自我介绍的这句话 我是POPP将 一个紧脸脑里才华 余生的女子 一个眼神就让胡歌都揭不住戏 刘本昌的演技 到底有多牛 繁花 李当爷叔看到阿宝 换上西装后的意气风发 瞬间热烈盈眶 久久都不能回过神 尤其是眼眶情味的镜头 先是震惊 再是悲怆 她仿佛从阿宝身上 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 原来有种演技 完全无虚语言的加持 仅凭一个炸裂的眼神 就能瞬间俘获人心 而直到看到 有本昌老爷子年轻时的照片 我才明白 她为何能带入 《终叶书》这个角色 当年站在戏剧舞台上 风姿绰约的她 又哪里比不上 如今意气风发 神采意义的年轻演员 当年有本昌苦等三十年 才等来一个 继工的角色 事业上升期妻子 被查出癌症 她就推掉所有片约专心照顾 直到四年后 妻子好转 继工 之后 她本可以延续之前的爆火 可对剧本挑剔的她 宁愿不拍戏 也不接烂戏 为此得罪了不少童嗓 可即便演过的戏不多 老爷子也给演艺界 留下了不少经典 电视剧《继工》中 有本昌演艺继工 稍价的那一场戏 一度被中戏 那位表演教材 有本昌面对镜头时 一半脸哭一半脸笑 双眼不见泪痕 却难言底色苍凉 仅靠一个眼神 就让那余明星望尘莫及 而电影《李献记历险记》中 她更是仅仅只出场十分钟 就盖过了所有主角的风筒 甚至仅用一个眼神 就将电影提升了几个档次 电影中她穷极一生 研究出时光机 只为拯救年轻时的恋人 当老年李献记出现 并帮女友挡住死神侵袭时 那眼神简直让人瞬间泪泥 明明没有一句台词 却演出了真正的一眼万年 这大概就是国家一级演员 才有的演技 而如今年过九十的她出演 繁花也依旧没有让人失望 剧中当爷叔重回27号外冒大楼时 老爷子的演技也不得不让人叹服 看到眼前陌生又熟悉的大楼 他没说一句台词 心底却有到不尽的言语 而当得知曾经的老友已经去世时 眼神从惊讶到落寞 再到世然平淡眼含泪光 最后毫无波澜地离开 几个转变间 就让观众感受到了老戏骨强大的实力 终于明白 在得知与老戏骨拍戏后 胡歌为什么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了 导演简直就是为他请来了一位 无法逾越的行业态度 在拍摄繁花时 他不仅和年轻人一样毛夜拍摄 每天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 哪怕没有自己的戏份时 有本昌也会时刻待在片场 不断地给年轻人鼓励 但是在没有他的镜头的时候 他还坚持为我搭戏 而且如果导演没有过 他还会鼓励我 说没关系我不累 终于明白 繁花 为什么能成为2023年末最后一部精品了 有这样的老戏骨作证 又何愁拍不好些 终于明白赵本山为什么不再上春晚了 这一幕出自2007年的小品策划排练现场 彼时只因赵本山出人意料的罕见忘词 就差点被宋丹丹骂到怀疑人生 要知道赵本山做一位公认的春晚长青树 从1990年开始 已经在春晚的舞台上表演了20多个作品 这么多年来赵本山的小品就像是每位观众春晚必备的一道年夜饭 没有了他的表演 春晚也失去了原来的味道 但殊不知在赵本山每年为大家带来笑料时 每一次表演的幕后都惊心动魄 甚至已经到了下台就要西洋的地步 要知道春晚考验的 不只是演员的身体素质 更大的还是心理承受能力 2006年春晚 赵本山与宋丹丹合作小品 说事儿 谁知在上台之后 赵本山却当着13亿观众的面 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上台只顾吃盒饭的他 将手中的重要道具给忘在了后台 其实我们导演呢 编剧在底下已经全广了 完了完了 本山没拿包 你说怎么 当时台下的导演编剧 以及台上的宋丹丹都被吓得手足无措 好在赵本山还算镇定 在疯狂吸入一口盒饭之后 果断转身回头去拿包 临走时还不完镇定地跟宋丹丹事宜 而诸如此类的失误 还不止发生过一次 2008年两人的合作 更是十分惊险 当时政治奥运会即将举办 等到赵本山递交剧本时 才被通知要创作一个奥运相关题材的小品 可谁知在创作的过程中 团队中的两个灵魂人物相继被换 赵本山一度失去主心骨 这还没完更可怕的事 等到正式演出时 原本15分钟的作品 表演时间硬生生被延长到了25分钟 剩下10分钟的时间 基本上全靠赵本山与宋丹丹丹的临场发挥 于是在下台之后 演出积累的压力 让两人瞬间忍不住崩溃大哭 太不容易了 你别哭一声吧 你哭我哭了啊 而也正是从这次合作之后 宋丹丹终于下定决心退出春晚 从才再也没有再登上小品舞台 无奈之下 赵本山只好带着自己的徒弟上台 单打独斗 可在小沈杨平界不差钱 一夜爆红的背后 却是赵本山顶着高烧参加春晚 甚至需要夕阳才能讲话 随后2011年的《同桌的你》 也因为徒弟表演时出现失误 导致作品有了瑕疵 一系列的原因 也让赵本山终于离开了春晚舞台 了解春晚的都知道 能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并不容易 登上一次是运姐 能连续20年为观众带来满意的作品 赵本山的实力毋庸置疑 如今老一辈艺术家逐渐老去 再也没有人能像他们一样 一个人就能撑起一场晚会了